O-bike 是有天敵 是不是 蛤 躺起來幹什麼 幹嘛躲 幹嘛躲在這 欸唷 我是達爾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 O-bike O-bike 跟 U-bike 最大的差別就是 他是沒有腳踏車站的 所以他沒有去一個定點規劃 但是今天不是要騎 O-bike 給大家看 今天是要告訴大家 功德心是什麼 我偶爾還是會騎一下 O-bike O-bike 有他自己的一個 App 那你把 App 打開 申請好帳號 他會在上面顯示你附近的 O-bike 的據點在哪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講一個方便當隨便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我還是替代役的時候 當時因為世大運在林口選手村 所以我為了趕上班 我只好騎 O-bike 飆過去 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我照著他 App 上面顯示的去找 結果怎麼樣 到了定點 要嘛就是被丟在樹堆藏起來 要不就更過分的 把腳踏車放在他家的前庭 然後門關起來 這就是侵占啊 這沒有什麼好講 這就是侵占 O-bike 的設計就是希望給大家一個 更方便更立即性的使用 不用到腳踏車站定點的租借和規劃 但大家怎麼樣 為了讓自己很方便的可以做使用 要的時候就有 所以直接放在自己家門口 這什麼心態啊 今天就帶大家來找一下 O-bike Go 好 像這樣就很棒好不好 放在一個淺顯易擁的位置 那我現在就吸他去找一些被藏起來的吧 大部分狀況都還挺好 看來像這個就挺得不錯 這個已經算是有功德性了 因為它是放在外面 這還算找得到 只是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這裡就是一個住宅區 我是從整個停車場 然後繞到這個小鏡 我才有辦法找到它 我是希望說如果大家未來方便的話 可以放在比較顯眼一點的位置 要不然其實 這樣也不是很好找 這什麼狀況 草堆 蛤 躺起來幹什麼 幹嘛躲在這 今天有一點可惜沒有辦法讓你們看到 腳踏車被藏在家裡的樣子 不過我覺得這樣也好啦 至少代表說大家逐漸的都有在進步 我跟人還蠻喜歡歐巴克的 那我不希望歐巴克的方便性 成為它的致命傷 最後還是要呼籲一下大家啦 長期腳踏車好不好 減少碳排放量 我是達爾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 如果是YouTube的朋友的話記得訂閱 我是達爾 下次見掰掰